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已经正式登场了 策展团队就把整个基隆设计成展场 规划日夜精彩游城 那么游城里头白天可以搭船 晚上可以欣赏光雕秀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基隆市长林友昌 翻转手中的牌子 宣布基隆城市博览会正式启动 今年的活动分为四大展区 策展团队以基隆港口为核心 把整座城市都规划成展场 在A展区的部分是要去呈现 整个新的台湾港式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新风貌 那在B展区的部分是以文化跟历史为核心 来做呈现 C展区是科技 永续 还有这个环境作为一个主轴 今年的活动以起点城市作为主题 开幕典礼就以跑酷青年 翻转城市为概念 展现基隆改变的精神 林友昌表示 台湾的铁路 国道和水准圆点都在基隆 期许在疫情当下 可以用这场城市博览会疗愈人心 我们希望把基隆蜕变的一个过程 还有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 这种坚持 来呈现给所有全国的一个民众 所以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所谓的毕业展 而是我们基隆人 大家共同的一个骄傲 想让大家知道 今年的基隆城市博览会 活动为期十天 有高达55个展览艺术装置 以及上百场的精彩展演 等待民众去探索 市府更串联北北基工 101家旅宿业者 提供多项优惠 邀请全台民众走访基隆 感受基隆独特的城市魅力 记得总科报道 - 优优独特的城市魅力 - 冷占 - 重炭 - 密集团 - 防守 - 密集团 - 迹集团 - 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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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